安迪的Quiz翻前面对四败的一般也是不会负的 尤其是打一个深仇的比赛 那最差情况 哦 这里直接拿到一个顶三条 这是最好的情况 欢迎来到大鹏的招 今天我们带来哈斯拉娱乐场明星牌局 场上的忙碌级别是小猫25刀 双大猫50刀 这张桌子上有Rampage 安迪 还有我们特别喜欢的日本美女牌手 Sashimi小姐 好 我们来看牌 Taylor在Cutoffway拿到了勾九杂色 三败出来 翻牌5-2-2ABB两条红心 Nick Harbaugh顶着一个攻对面 拿到了抽花的组合 这个翻牌面不太适合 翻前三败的手牌去做持续下注 但是他不打的话 转排出任何手牌 Nick Harbaugh肯定是无脑一枪 那Taylor下注500刀 Nick Harbaugh打出一个过牌加注 Nick Harbaugh是这一场的风鱼啊 所以说这个Taylor好像也不太愿意放记者才吃 选择了靠转排一张红心9 哎呦 这手牌多少有点冤家了 Nick Harbaugh拿到了同花 Taylor拿到了一个两队抽花抽葫芦 Nick Harbaugh超时下注7000刀 我们来看Taylor 靠得很快 彩石膨胀到接近2万刀 合牌一张方片三 这是一张白牌 我们来看Nick Harbaugh 他目前是水下20多万刀啊 前面水下的原因就是因为乱打 然后成为了场上的风鱼 入局率超级高 基本上就是有两张牌就可以打 就不看这个牌是什么了 如果不是一个这么风鱼的牌手 去打出这样的路径 我相信Taylor翻后应该一条街就结束了 我们来看Taylor要不要抓鸡 这牌感觉啥都不怕了 就是抓天葫芦的鸡了 翻后打出一个过牌加注 但是翻后如果是一个天葫芦 为什么要过牌加注啊 转牌出了红心 然后一个超尺 合牌的话出一张 无关张 依然是一个超尺 那没有葫芦 应该是抓一个同花的鸡 如果抓同花的鸡 带一张9啊 T9是勾足够了 虽然说对手call了自己的三拜特 但是对手是一个风鱼啊 他会拿任何手牌去call三拜特 打这个忙碌级别 对尼卡尔堡来讲 这个压力非常小 然后一旦法门打开以后啊 松起来以后紧不起来了 但这手牌 很有可能要吃一个满价值了 我们来看泰勒 能fall掉吗 选择了fall 做出了正确的决策 尼卡尔堡成功收持 花钱买的形象 当你想去收税的时候啊 收不上来很难受 对吧 前面已经打得这么疯了 形象已经这么差了 然后我打出一个超时下注 还被对手fall掉了 那也是很难受 好 抢我加一位选手 拿到了Aces 卡尔堡的选手拿到了4C 选择了call 小毛卖选手的64杂色 也是选择了call 到Andy的queens 这个牌是需要100%的300的 只是来看尺度了 300到1375到 我们来看Aces 4B到4200到 那其他选手应该都会弃掉 就和Andy了 Andy的queens翻前面对4B 一般也是不会fold的 尤其是打一个深仇的比赛 这里选择call 即使遇到Aces Kings啊 也可以去追一个按三条 一旦追到的话 能拿一个非常好的价值 但是不会再打5B了 因为这里并没有阻挡对手 拿到Aces Kings的组合 那最差情况 哦 这里直接拿到一个顶三条 这是最好的情况 最差的情况就是 遇到超队啊 哎呦 我想说什么都忘记了 这个太激动了 本来中SAT就让人开心 打一个4B才吃 还击中一个顶SAT 那简直太开心了 这里Andy下注6100刀 这是一个DunkBet 这个下注非常明确 就冲一个AKK要价值 还有一个小概率的A圈童花 好 对手选择了Kings 才是来到了21500刀 转牌一张草花二 Andy现在要去适当地扮演自己在炸弧了 可以选择过一条界 然后合牌跳出来打 让对手来抓机 但这里过啊 有一个风险 就是转牌出A出K Andy就不确定自己是领先还是落后了 Andy打了一个接近满持 我们来看对手 这时候对手要判断一下 Andy的A圈会不会这么去打 如果会的话要选择CALL 然后还要考虑对手的Kings 其实也会这么去打的 对吧 所以选择了CALL 这样的话Andy很清楚 对手已经套持了 这个投资是很划算的 合牌一张草花漆 旁边发出了后门花 Andy的Chris还输什么样 有可能的组合 那就是AK草花一手 那AK草花的话 翻后是一个卡石的听顺 转牌的话变成花顺双抽 合牌的话拿到铜花 总体来讲这个概率还是很低的 因为Andy翻后已经是Dunkbat了 Andy推掉 对于AA来讲 Andy的手牌范围也比较明确 就是这个KK圈圈 转一个KK的机 然后去输一个圈圈 想一下选择了CALL 给了Andy一个满支付 这个牌打的不能说鱼 只能说打的比较差 不是说100%FALL不掉的牌 因为毕竟对手是Dunk以后 连开了这个三枪啊 绝对是有任何一个念头 是可以让你FALL掉的 你没FALL掉的话 这个也没办法 Andy还有一个小概率的 勾圈铜花啊 你要这样去想的话 勾圈铜花打出一个3BIT 扣一个4BIT Andy对自己的FALL是非常有信心的 也是没问题 所以说 CALL的话不能算打得很错 但是打得并不好 Rampage小毛卫拿到了A8红心 加注到500刀 Andy拿到了A圈 这两位选手是场上的大魔王 目前都是盈利10万刀左右 Rampage其实代入30万刀 现在后手马量是40万刀 Andy其实代入是10万刀 现在后手马量是接近20万刀 好 这个是第一名第二名和场上的最后一名之间的博弈 翻牌Rampage直接拿到了天花 哇 尼克尔宝要被吃了 天花碰天花的概率是很低的 然后尼克尔宝的小天花还需要快打 因为他不希望看到弓队 还有这个再多一张红心 再多一张红心 它只是一个七花 那就只有摊牌价值 进攻能力是不足的 Rampage都蒙了 我拿到一个天A花 一加打一加加注 这时候再去打出一个三拜 他尼克尔宝的天花能负料吗 他就需要考虑这一个问题 他需要留下尼克尔宝的天花 以及小概率案三条的组合 Rampage三拜到一万三千刀 这打法没问题啊 就是说如果没有留下你的小天花 那我就认了 但是绝对不能让你的暗三条 或者是两对成长成为葫芦 尼克尔宝选择了靠 才是来到了三万两千三百刀 转牌一张方片石 这是一张白牌 Rampage翻后打出一个三百 转牌出一张方片石 要不要持续下注呢 这里如果选择过牌的话 尼克尔宝只要拿到铜花 还是会打的 所以说选择了过 这手牌已经把尼克尔宝的 手牌范围堵死了 但是从尼克尔宝的角度来讲 Rampage手上有一张红心A 然后抽花零打的组合 所以说两位选手都是空一条街 合牌一张方片五 这手牌尼克尔宝打出一个 打的还是有一些东西的 最起码转牌是没有去零打 他选择了空持 Rampage打一条街 我相信尼克尔宝是不会加注了 应该是选择开牌了 打完以后被秒铐 打了一个超尺 那Rampage这手牌 对尼克尔宝简直是太了解了 拿捏了对手 尼克尔宝的心情就像筹码一样乱 水下接近三十万刀了 那最好就是别捞了 因为打这个直播桌不能提前离桌 因为一旦离桌的话 这个胶的保证金就没了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不再去打了是更好的决策 如果你还继续去打的话 能做到止六芒不入池吗 你水下这么多你也做不到啊 一旦心态失衡就很麻烦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前场上的盈利情况 Rampage排名第一 18万2005刀 Andy排名第二 接近9万刀 那输最多的是尼克尔宝 哦是18万刀 还好不是28万刀 那总体水下20万 也是需要一个漫长的爬坑期啊 VPIP尼克尔宝66% 这个太高了 Rampage大鲨鱼39% Sashimi38% 最紧的只有21%